至于我国的水产出口的问题 我们就要来掌握的是 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呢 就在8号突然间宣布是禁止 台湾的鱼水产加工品入关 包括我们在现场现在看到的这些是 像是秋刀鱼啦 五仔鱼啦 还有鱿鱼 其实都是这个在这个市面上 以及在家庭的这个餐点中 还蛮常见的一些鱼类都列在里头 台湾的全产品进入到中国大陆的品项 等于说99.9%是全军覆没的 因为其实总共是800多件的水产品 可是现在暂停出口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那么呢 现在是暂停的进口的问题 那么也让这个陈吉仲 也是有提出了五点的说明 他说两项的因应的措施 那么我们就要先来看到的是 副主委陈俊济他怎么说 他说现在呢 100多间的这个水产业呢 有在做补件 但是只有一间呢 是允许输入到中国大陆 目前是还没有收到通知 那么至于薛瑞元呢 则是被问说 那个为什么要禁止这件事情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也回答不出来原因 有点一问三不知 他只说有必要会询问路方 到底是这个业者自己没有去申请 还是说呢 是因为呢有一些原因 而一一的被打枪 但是这打枪的几率也太高了吧 等于是99.9%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是未来这些水产是没有办法在 这个进口到中国大陆吗 好 现在就有台商说了 说两岸的关系 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真的是有点太差了 从过去的裴洛西事件 还有美国对台的军手事件 到现在台积电不赴美的事件吗 以及蔡政府的抗中保台政策等等 其实这都是影响的因素啊 就是会被弄啦 讲白了一点就是这个样子 那业者也说啦 这在今年6月之后呢 两岸的市场几乎是激动了 那么现在全球的经济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不输出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告诉大家还有哪些国家是愿意收这些水亿产品的 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要生活嘛 那么陈英众今天有提出五点的说明 跟两项的因应的措施 他怎么说 持续来听 第一个 中国是在去年的四月 针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食品 要卖到中国的时候 要来申请注册 所以他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他是针对所有国家 要卖相关的食品跟制品 到中国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注册的 一个登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在今年八月一号的时候 那中国海关总局 那我们这边的窗口是卫物部食药署 他有在今年八月一号要求我们 既有已经在出口到对岸的这些业者 像以农委会来讲就是水产品 或者是茶叶等这些的 我们的业者 那在八月底前要来补件申请 那我们都依照中国的要求 那请所有要来输出到对岸的这些农产品 水产品都依规定来补件 而且都在期限内完成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这一次中国海关总局 没有任何的直接资讯来传递给卫物部食药署 而是因为在昨天我们的水产品业者 我们是出口业者 那对岸的进口业者 告知说我们相关的水产品无法在书中 所以在昨天我们第一时间 在相关中国海关总局的网站上面来确认 所以针对水产品的部分呢 我们有一百多家的业者 有来申请跟补件 那最后呢 只有一件是之前就已经核准的 那这是第四个特别说明 第五个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 水产品无法再来书中的时候 前年大概有四十几亿的产值 去年有八十三亿的产值 但如果扩掉今年六月 它把我们的死斑鱼 跟白带鱼也禁掉 这两个就有出口值大概十八亿 所以以去年来讲 我们大概有六十几亿的水产品的产值 如果无法顺利输中的话 那一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主要的产品呢 当然就是鱿鱼最大宗三十几亿 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鱸鱼 那鱸鱼是养殖鱼业 再来就是鲸鱼 那还有我们的秋刀鱼 所以真正影响会是以这四个鱼种为例 但是鱿鱼跟秋刀鱼是属于远洋鱼业的鱼种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呢 我们会采取两个措施 第一个我们还是希望透过卫物部食药署 来跟对岸的海关总局 询问这样的一个注册的议题 那是不是有哪些资料是可以来补齐 然后可以再来顺利书中 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进行当中 可是我们也同步的来启动所有的因应的措施 那这个因应的措施就是针对远洋鱼业的 鱿鱼丘刀鱼跟我们的五载鱼呢 分不同的样态来处理 五载鱼的部分呢 我想会以内销为主 那我们总统运长其实在昨天跟今天都有交代 我们绝对不会让因为中国不符合 WTO的规范自创的这个注册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来影响到我们于敏所有的权益 所以我们农委会会在今天中午之后 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把完整的因应的措施呢 会来跟各位做报告 好来看到是农委会的解释 是这一次不是检验的问题 而是全面被禁止 而是这个注册部分没有通过 才无法输入中国大陆 那么目前也只有一家被核准 继续来听听 大陆海关总署突然宣布禁止台湾 鱼水产加工品入关 消息传开让台湾养殖云民及业者一阵错愕 农委会晚间紧急召开记者会 表示这次并不是检疫问题被全面禁止 而是注册部分没通过才无法输往大陆 一百多家有申请要输往大陆 那么就没缺到一家可以去输往大陆 其他是被暂停输往的 据了解冲击最大的是 鱿鱼 秋刀鱼跟吴子鱼 查询大陆海关总署官网 目前台湾水产品生产企业注册状态 几乎全数被标注暂停进口或注销 台湾水产品进口到大陆的品项 99.9%全均覆没 大陆就算在今年禁止石斑鱼后 仍是我国水产品第二大输出地 一旦销路管道遭禁止 势必全面影响渔民生计 名嘴痛批 政府为何不能提早阴阴 去年四月的时候就已经通知你了 门委会完全没有动作 然后到八月的时候人家正式宣布了 结果你说你无法接受 然后大多数的鱼类都没有办法进中国大陆 请问一下你又要斑斑吃秋刀 斑斑吃乌兰鱼吗 乱搞一通嘛 陈吉仲赶快下台吧 内阁改组赶快把它换掉了 不然的话台湾的这些农渔民 真的会被陈吉仲害死 继凤梨世家联雾到石斑鱼 现在又有水产禁止销往大陆 太任不凡事以政治挂帅来搪塞 却从没能为农渔民的生计来负责 记者黄天耀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继续 继续 误 palabra 继续 感谢观看